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托马斯·艾姆斯特纳的练习的心态》 托马斯·艾姆斯特纳研究过东西方哲学和现代体育心理学 是一位杰出的钢琴技师和爵士乐钢琴家 他还是卓有成就的音乐家、私人飞行员、射箭练习者、高尔夫球员 并且将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投入到练习之中 《练习的心态》一书介绍简单实用的方法 帮助我们建立一种以过程为导向的新视角 说明如何在学习生活中任何方面的技能 从打高尔夫球到从事商业活动再到教育孩子 如何培养耐心、专注于当下一刻 减少目标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如何保持平静和客观、减少主观判断和内心纠结 对外在刺激超然度外 人生本身只不过是一个漫长的练习过程 有了刻意反复的努力 进步便水到渠成 放弃对目标的执着 将练习的过程变成一种幸福的体验 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 通过练习和实现的目标来增加你的满足感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会为自己的表现感到焦虑 无论是在学校、工作、健身房 还是在我们的休闲活动中 焦虑似乎无处不在 它让我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焦虑来自哪里? 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经常会定一个很高的目标 并确信可以实现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实现这些较高的目标后 又会制定更高的目标 这样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 我们的成就感就会得不到满足 我们不如另辟蹊径 以练习的心态做事 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焦虑感 而且还能逐渐提高能力 本期内容你会了解 车库一点一点地被打扫干净 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吗? 怎样养成行动观察与改正的技巧? 为什么专注于过程 比专注于结果 让我们更有满足感?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在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期待提高了 且永远不会感到满足 有时无论你多么努力 还是总有人做得比你更好 实话讲 这样的感觉很让人挫败 这对我们生活态度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 但我们为什么会为此感到挫败呢? 如果说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那就是都试图达到一种 不可能达到的完美状态 我们头脑中有一种完美的生活状态 这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的人追求完美的工作 有的人想要更多的朋友 有的人则想改变自己的容貌 这些过高的期待都是来自大众媒体和市场营销 你听到这里可能并不会感到惊讶 想想那些出现在杂志上和广告中的成功人士 他们光芒耀眼而又富有 今天各种各样的产品营销让我们充满欲望 似乎没有他们 我们的生活就没有这么美好 当然高期待并不总是坏事 美好生活的画面可以激励我们努力工作 取得更多的成绩 不幸的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仅仅把他们当作比较的对象 在公司 我们和同事比较工作成绩 当我们照镜子时 我们则喜欢和在大街上看到的人比较容貌 我们的这种理想状态还有另一个问题 我们朝着一个方向努力 当目标实现时 我们没有感到满足 而是有了更高的期待 这会让我们离理想状态越来越远 陷入一种困境 我们不断地想要实现目标 实现之后又不觉得珍贵 简而言之 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是我们焦虑的源头 但如果我们并不想感到焦虑呢 那就是时候改变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习 如何做才能改变这一状况 第一 多关注目前取得的进步 能够减少焦虑 为什么当一件重要事情的截止日期就要来到时 我们似乎变得更加拖延 当你意识到 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的时候 你会有压力感 注意力就会被分散 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想着最终的目标 无论我们如何努力 终极目标总是离我们很远 反之 这会让我们感到挫败 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 我们应当聚焦当下 而不是总盯着未来的结果 简单的视角转变 就会产生变化 目标总是让我们感到恐惧和焦虑 让我们分心 无法专注于手头的工作 但我们如果只专注于眼前 焦虑会大大降低 暂时先把终极目标放下 专注于目前取得的进步 我们就会感到动力十足 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专注于目标 目标至关重要 但我们如果只是拿它来 作为衡量我们进步的标尺 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只会让我们感到挫败 目标应该是作为船舵 指引我们驶入正确的方向 为了保持前进的动力 我们需要对问题做出理性的分析 而不是任由情绪左右我们的行动 我们要客观地评价 哪些情绪有用 哪些情绪没用 然后对我们下一步采取的行动 做出适当的调整 假设你在打保龄球 第一轮有一个瓶子没被击倒 你将如何反应 与其想 我最好的成绩就是击倒九个瓶子 不如评估一下刚才的动作 争取在下一轮取得更好的成绩 第二简化任务 让目标变得可实现 如果期待过高 让我们不开心或者效率较低 我们是否要降低期待呢 事实是 我们可以有信息 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满足 只需要我们将目标 分解成更小的任务 这样可以让大的目标变得可实现 经历过重要的长期项目的人 都体会过极度的沮丧 因为无论你有多么努力的工作 目标似乎看起来都很遥远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你可以设置一个小小的目标 来引领你实现一个远大的目标 让目标简单一点 你会发现自己 你会发现自己游刃有余 例如 清理车库是一个很多人不想去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告诉自己 现在的任务只是清扫仓库一角的柜子 那么你已经设定了一个容易完成 且愿意开始付出行动的目标 完成第一个小目标之后 你要让自己有满足感 然后去继续下一个小目标 即使是简化的目标 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如果你感到某个目标 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你可以给这个目标设定一个期限 在几天内要完成多少任务 清扫车库的柜子 可能花费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 你可以将其分解 例如 每天拿出45分钟 这样做 你不仅仅是有了更容易完成的目标 而且 你每天都在不断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你可能想要用比分配更少的时间来完成任务 这种情况也应该避免 我们一般认为 那些棘手的工作越快完成越好 而事实是这样总会适得其反 以较低的速率来工作 可以让你享受现在 而不是急匆匆地开始去做另一件事情 着急就会有压力 而压力就会导致效率更低 所以 慢下来 认真而又高效地完成现在的工作 第三 当你的效率不稳定的时候 你可以用行动观察和改正的技巧 我们已经知道压力之下 我们为什么会拖延 但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作者总结了三步走的技巧 让你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保持冷静和注意力集中 行动观察和改正三步走技巧 让你监控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应 如果你再准备一个很重要的考试 一直担心考试结果会让你无法集中精力复习 此时你已经在做第一步了 也就是你发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复习 接下来第二步 观察 你想要改变的行为是什么 这种情况是你的担心 为了让观察这一动作更加高效 尽量不要带有太多的情绪 或者是过多判断自己的反应 而是像一个旁观者一样 来观察自己的行为 这会让你看到你的情绪 是如何让你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 通过控制情绪 你会更好地应对挑战 最后 你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了 你要将自己尽可能地 从这些消极恐惧的情感中释放出来 刚一开始 当你在危机中时 执行三步走的策略 可能有一点困难 但是当你越加练习 你的自我观察的技巧就会提升 不久 你就会发现 无论自己在什么场合 你会自动地运用这些技巧 这会让你着眼于当下 完成一个个任务 继而朝着目标前进 最后 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远大的目标和高期待 会带给我们激励 但同时 它们也会让我们 无法专注于眼前的工作 会成为焦虑的源泉 通过学习着眼于当下 分解大的任务 放慢速度 我们可以提高效率 当我们以自己的步调 朝着目标前进的时候 我们也会感到无比充实 作者给出的可行建议是 专注眼前 着手当下 如果你有一个任务 或者是要学习某种技能 不要想着最终目标是什么 这只会让你分心 告诉自己 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 完成哪些小任务 在这段时间 不要去想任何其他的事情 如果你能够在当下 集中精力 全力以赴 那你必定会轻松地完成 更加棘手的工作 好了 托马斯·艾姆斯特纳的 《练习的心态》 就给大家读到这里 《练习的心态》